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一个基本的实务操作情况 还有最新的新政对中国企业中概股的影响 OK 张德森 好 那么今天的主要的题目就是在这里头了 我们一会儿会包括邱律师 林律师 还有潘律师一起 我们从这几方面给大家做一个基本的介绍 因为每个参加的人的背景情况水平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也尽量泛泛的先讲一讲 如果完了以后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加入我们的一个专门的群 大家扫进来 我们在里头继续交流 好 好 好 谢谢 那么 next hold on OK 那今天讲的这个美国资本市场呢 我们主要呢 是介绍这个股票交易这一块 因为在美国资本市场里头呢 还包括了这个债券啊 像国债啊 运用逆棒的呀 这种施政债券 还有呢 公司企业债券啊 这方面 那另外呢 还有一些像商品期货呀 外汇交易呀 都属于美国资本市场的一个范围 我们今天分享的呢 跟大家主要是做这个股票这一块哈 股票交易这一块 那么在美国呢 这个几大交易所吧 第一个呢 就是纽交所了 它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证券交易所了 那市值呢 今年也差不多有31万亿吧 将近50个国家的3000只股票的呢 挂牌交易 传统上呢 纽交所是做这个 大型传统企业啊 在纽交所上市的 那么 近几年呢 它也在吸引各种这个科技公司来上市 就如同纳斯达克在吸引这个传统的企业来纳斯达克上市一样哈 已经互相这个在重合的这样子的 那么纽交所呢 在08年收购了呢 这个美国交易所 美国交易所形成了这个 NYSE American这一个板块 那它比对的呢 主要是纳斯达克的Capital Market这个板块 那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哈 所以在那以后呢 这个纽交所的 这个大家平常接触的比较少 我们也就不多说了哈 这是纽交所的情况 那么 跟纽交所一样主板市场的比较知名的呢 就是纳斯达克了哈 纳斯达克呢 也是差不多有4000家这个公司 30多个国家的企业在上面在上了上市哈 市值也大概有了13万亿 传统上呢 纳斯达克吸引人呢 主要是传统的科技企业哈 但是呢 实际上逐渐的一些传统的企业 不是科技型的呢 也在纳斯达克上市 就从纽交所阿里巴巴去纽交所 它不是传统的行业 当然也去了纽交所哈 这个现在已经 这个界限也不是那么明显了 这是两大主要的这个美国交易所 在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场外交易 这个场外交易呢 OTC Market这块呢 大家可能以前比较听说的是 OTC BB 那个里头当时非常非常多的企业在上面 那后来呢 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吧 那逐渐的做了一些清理 然后呢退掉了一些 后来基本上又都有一些呢 转到了QB 那从而以后呢 现在在OTC QB上面呢 相对来讲呢 这个监管上啊 质量上啊 都是不太一样了 加上呢 还有一个QS版 这个QS版呢 实际上 它的这个质量呢 跟这个 NYSE American 基本上还有这个像 纳斯达克的这个 Capital Market的这个版呢 基本上很差不多了 因为它比方说从这个净收入这一块 它要求这个QS International这个版呢 它是50万 那它的这个QS U.S. Premier这个版呢 是要求75万 那跟 NMSE的 American和 那个纳斯达克的这个 Capital Market的基本上就很一样了 所以它的标准实际上呢 也是 比较严格的 那这几年呢 做这个OTC版块呢 可以看到 在做的时候呢 实际上它的要求程序监管上 基本上也是很高的一个标准 所以 在不同的时间点呢 像 今年的小单子呀 主板的小单子 可能有些这样那样的原因 也有一些就开始做到了这个 OTC版块 来进行一些培育 通过一年左右 锻炼好了以后呢 再去进行转版 升版 这个呢 相对来讲呢 就比较容易 就是也比较 是一种比较有效的一种途径吧 那在 下面呢 就是 对于这个交易所 交易啊 股票交易啊 方方面面 这个监管机构呢 主要是 美国呢 就是比较熟悉的 就是SEC了 SEC呢 它是这个 根据三四年的这个 证券交易法 成立的 主要是监督证券法规的实施 那 它的主要目的呢 也是 负责这个美国的证券监管呀 管理工作 平常呢 更多的是 加强信息的充分披露 主要是保护市场上的公众投资人 啊 从这个角度 那 在实践里头呢 像我们在做单子的时候 啊 提交的招股说明书 那第一关 就要过这个SEC 啊 通常呢 提交上去以后 大概一个月 啊 就会有一轮 问题回来了 啊 少的十个左右 多的几十个 然后 一轮 二轮 三轮 等到这些问题都 没问题了 那基本上就过了SEC这个 啊 那么就进入下一个交易所呀 金融监管局啊 啊 等等往下走 那第二个监管机构呢 啊 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FINRA 啊 这个美国金融监管局 它呢 啊 主要监管的对象呢 就是这个几千家 大概四千多家吧 经济公司 还有几十万的这种 注册证券代表 啊 主要是做这方面的监管 它类似于中国的这个 证券业协会 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CFTC 它是美国的商品期货委员会 啊 它主要是监管美国的这个 商品期货呀 期权市场啊 这一块 啊 平常接触的稍微 可能就不太多 哈 詹姆森 詹姆森 作为企业考虑的因素呢 上市呢 或者叫利弊呢 实际上这一块 啊 其实 各有各的看法哈 那么不管怎么说 中国企业有个要上市 或者说任何一个企业上市 它一定要找到 适合它的自己的一个市场 和相应对应的板块 啊 这一块呢 应该是 这个在考虑上市的时候呢 应该要从自身的角度来考虑哈 那 这样的的话呢 这个 在利弊上呢 美国的这个 资本市场呢 它的这个 优势呢 主要是 它的立体啊 深度 和这个领先地位吧 那毕竟 它在全国的这种交易所呢 有二十来家 它也是一种多层次 多制度 多门槛的特点 那么 除了我们平常知道的这些 交易所以外 市场以外 它有各种各样的 那么不同层次的交易板块 每个板块呢 也有不同的 上市标准 那么 只要是想上市啊 只要是差不多 总有 找到一个对应的 这个自己的一个板块 也是比较灵活 那每年中国的单子呢 在美国上市呢 不管是互联网那个泡沫的时候 金融危机 包括今年的情况 我们稍微会讲 那少了呢 也有小二十个 多了四十来个 平均三十几个 三十几只上市的 三十几家企业 基本上就是这个量啊 所以 还是根据自身的情况呢 来进行这个决定吧 那么它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呢 或者说特点呢 很成熟的一个特点 就是注册制 那 它基本上做这种全信息的 全面的信息披露啊 你只要走程序 除非是市场的问题 或者自身的问题 它不会受到这种 政策上的影响 导致了呢 停下了 IPO停止 怎么样 它没有这个事情啊 所以相对来讲呢 这种注册制呢 还是很成熟的 那当然了 融资额呀 股价 交易量的情况怎么样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是另外一个角度 最近呢 中国这边呢 跟美国的很多地方 也是在往一块儿接近 包括现在创业版 开始的这个注册制 科创版的这个 同股不同权 这个也在实行 也在开始 等等 其实很多还是往一块靠的 只是它的这个角度啊 力度啊 和历史啊 不太一样 所以这也是 这个 包括这个因素 还有利弊呢 也是要 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客观条件的变化呢 做专业的事情啊 严格的走这种程序啊 它其实 还可以吧 那当然有一些 中美关系啊 疫情啊 等等等等 这个也是 一个考虑因素啊 但是呢 利弊有时候也是互相转换的 你比方说最近的这个都是一种 币的 负面的东西比较多 但是呢 往往这时候呢 反而 它的你看最近的这个融资额呀 这个上市的这个 追捧程度啊 等等等等 反而它又是一个好的表现 所以这里头呢 也许在不好的时候做准备 过一两年好起来的时候 它就水到渠成了 就可以赶上这个时间点了 等等吧 这个就是看过你 就得转度了啊 还是根据企业的自身情况 这个上市模式呢 通常来讲呢 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呢 有直接上市 间接上市两种啊 直接上市就是中国的企业 股改以后 股份制公司 到比方说新加坡 到美国 到纽约 那就S股 N股 大概这样的 那理论上呢 是行了通的 也包括有一些 标准 所谓的四五六原则 也就是说净资产 不少于四亿人民币 融资额不少于五千万美元 那么税后利润呢 不少于六千万人民币 这个标准是有的 也还可以 但是在实践里头呢 就很少有企业能够去 走好这个城市 按照直接上市这个模式出来 可能有极个别的 比较少的打型的 国有的呀 什么的 这是例外 所以大多数民营企业呢 或者是中国企业境外上市 或者叫美国上市呢 可以看到都是走的这种 间接上市 或者叫红筹上市 也就是说 它是按照这个 用海外的离岸公司 或控股公司 通过股权 或者合同协议方式呢 与国内的运营公司 进行对接 完成合并报表后呢 通过境外的这个离岸公司 或者控股公司呢 来完成上市目的 这种一种操作 我们叫红筹上市 那么中国主要的知名的企业 基本都是走的这种模式 那么 比方说都是交的 都是在BVI KMAN 建立的这个离岸公司 通过层层的这种 然后到国内 这个跟国内的这种 进行这种股权也好 或者说合同的 VIE连接也好 那么这种模式呢 我们叫这种 IPO的这个F1 提交F1表格的 那么美国本土的公司 如果上市呢 它提交的呢 就是S1 通过这两个就能看出是 美国本土的 还是非美国本土的 那么RTO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买壳接买壳 反向民购上市 这更多的发生在 这个OTC的这个 柜台交易 这种买卖壳比较多一点 特别是 IPO的形势不太好的时候 那么有一些小公司 又要往前走 那么这个场面 这个市场就比较活跃一点 其他的像APO DPO 这都是美国上市的一种方式 这都不细展开了时间的关系 还有自挂呀 Fontain 那这里头呢 可能两块呢 比较稍微可以重点 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 SPAC 特殊 目的并购公司 这种公司呢 它实际上呢 是在90年代开始 那么 它就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公司 有现金 但是没有实际业务 它先挂牌 挂牌的目的呢 就是收购一家 非上市公司 通过这种 挂牌 通过自己的这种核公司 有现金的核公司 来跟这种 目标公司呢 进行这种合并 最终呢 使这种 非上市公司 目标公司呢 变成了 融了资 上市 等于相当于 它做了一个IPO 但是又有现金的保证 这种模式呢 也是非常流行 那在美国呢 现在 基本上每年的 SPAC的量是非常大的 像今年三百年 这个SPAC基本上 占到了 整体上市的 有三分之一了 也有 差不多三十个左右 就是SPAC这种模式 那最早的SPAC呢 基本上都是在OTC市场 那时候OTCBB就有 后来POB 那么最近呢 这几年呢 主要是在主板 特别是纳斯达克厂 一般开盘呢 有个十美元 那么 基本上 今年呢 中国呢 也有一家 这么上来的 这种模式呢 当然了 它也有一些 风险 它时间限制 必须在这段时间 完成这种并购 完不成 它就要 解散啊 等等等等 它也是有一些风险 但是对于这个 目标公司 被并购公司呢 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也是很明显的一种做法 那么还有一块呢 就是这个 REG A Plus上市 这也是 在Jobs法案 出来以后呢 15年 正式开始的一种模式 也就这几年 也是比较流行 它主要是给 这个中小企业 初创型企业呢 一个简便的程序呢 进行这个 IPO以外的一个 募集资金的一个选择 这种呢 它通过这种 简单的模式啊 比方说 它可以 不必向SEC 注册登记 仅仅是提交一份 说明文件 那么它最高额呢 可以融到5000万 它有一个级别是2000万的 就是条件就更松一些 那么通过这种模式 通过这种操作呢 它完成了一个 传统的 实际上 有点像 完成了一个传统的IPO 那它只要是 还是想做这个 SEC的报告公司的话 它 递交这种 10Q啊 10K啊 完成这个递交这个 8A的这个表格以后呢 它就可以成为一个 传统意义上的上市的公司了 所以这种模式呢 也是比较受欢迎 很多中小企业 新创企业啊 通过这个融资上市 好 张德森 那么下一个呢 就是关于中介机构 中介机构呢 就是说 在美国上市呢 都是要碰到的 主要的中介机构 都在这里头了 那么这里头呢 像卷商呢 我们所谓的投行也好 承销商也好啊 他在美国这边呢 有一个特点呢 因为美国的这个 招股说明书 是由律师来写 所以呢 它的作用呢 美国律师的作用 就显得是从头到尾 一直 这么比较主导似的 那么美国的卷商这一块呢 反而入场的时间点 是往后靠的 它不像中国 中国的卷商是从头到尾 做个例的啊 领导的这么往前走 因为它是统领的 并且在招股说明书上 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它是有一点点 这样的区别 审计师这是 这个必须是 PCOB的这个会员了 也就是上市公司 会计监督委员会的会员 那么 所有的上市公司呢 都要通过这个 美国的这个财务准则标准 或者是国际会计标准 或者是美国会计标准 而且是PCOB的这个会员的审计师来审计 这里头呢 中国和美国呢 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呢 一直出现了一些 这个这个争议吧 或者说 矛盾 就是咱们中国来上市的呢 很多呢 这个底稿呢 作为审计师的底稿呢 PCOB呢 要去监督 要去审阅 但是中国这边呢 可能是这样那样的原因吧 不能直接拿出来 所以呢 这一直产生了一些矛盾吧 很多事情的起因 都是因为这个事情 那么最近呢 证券法呢 中国的证券法呢 也177条啊 专门又强调了这么一个 监督监管的这么一个 作用吧 那可能使得这个这种两边的交流吧 或者说 直接这种披露啊 一种底稿的东西拿出来呀 文件的拿出来啊 也是有一些障碍了 那么 这也是后头要谈一下 最近连续出来的几些文件 也有的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引发的 好 下一个呢 律师 律师呢 主要是 比方说中国企业呢 肯定有美国律师 因为在美国上市啊 那么中国律师 做结构啊 禁调啊 等等等等啊 然后 配合美国写照顾说明书啊 回答SEC问题 还有做一些AB轮 pre-IPO前的这个融资的这种文件 啊等等 那么还有一块呢 就是离岸公司 一会儿会讲到 那么这几区区的 律师会都参与一下啊 那么国外呢 围绕 照顾说明书 主要是律师在参与 在起草 这个是一条主线 在往下走 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呢 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 往往也会出现财务顾问啊 等等吧 后的这些就不细展开了 全是在做上市当中会遇到的啊 这些机构啊 或者专业机构 或者叫中业 中业机构 那么这里头呢 投资关系公司呢 也是比较重要啊 就是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呢 这种R的公关的啊 公关危机啊 方方面面 做得好和不好呢 影响也是蛮大的 那么还有呢 就是在上市当中 一般来讲会有一些 财务投资人啊 战略投资人啊 各种各样的基金 会参与 那这里头呢 也是律师可能要 介入了一块吧 其他的呢 像这个 财经印刷公司啊 DNO保险呢 这是对董 董事和高管的一个保险吧 因为美国这个集团诉讼啊 方方面面也比较多啊 但是呢 美国呢 基本上因为有保险呢 很多事情呢 也都是协商解决了 另外还有CFO 这都是企业内部 非常重要的啊 他要理解 美国的财务制度 语言方面 各个方面 他是起到非常重要的 一个动用 包括路演的时候 主要也是CFO 起了很大的作用 还有一些像独立董事 因为在上市公司呢 各个委员会里头 也是要求独立董事 占的比例呢 要有一定的量啊 甚至占多数 好 张德森 好 那我上一头讲的呢 只是对这个美国的资本市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括 给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就是美国资本市场是什么样的 那么上市的这个程序是怎样的 大概的一个中介专业机构的介入 怎么考虑是否上市 在哪上市 等等这些一些 基本的一些概念先有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会讲这个 一个企业在上市当中 整个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那下面呢 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团队的邱律师 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谢谢 好的